我想說的是一些我們侍奉的原則 因為我很想我們的團隊、參與服侍的人 都能夠合一、很和諧的相處 我最好沒有任何發生之前做好餘防工作 其實每個人都很寶貴 每個人都很寶貴 我就想說一些我們侍奉的合作原則 讓我們大家都明白 因為其實我的心很單純 我就是想興起人 為什麼我這麼單純呢? 有一個原因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做一些事情不神喜歡 我只是白做 浪費了些時間 那為什麼要白做呢? 所以我就盡量想做完神要我做的事 用神的方法、用神的心態 那時候我就神起願 我又興起到人 那些人又歡喜 因為將來去到天堂 我也有份提升他們 我也覺得是福氣 那人得到神的上次 我也有份提升他們 我也覺得是福氣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態 我們團隊能夠合一有很多因素 第一就是大家都看對方 每個人都很寶貴 每個人都很寶貴 我會說我學了這麼多 我給你寶貴 我不會這樣想的 因為我這樣想 我又自己拆毀自己的東西 為什麼要拆毀呢? 我每個人都說 我們一切有都是神給我們 我也覺得神很特別的印證 其實我是第七次 第六次有仁義夢見到我 加上第七次 第七次就是那個儀仗 我覺得神啊 多謝你 但我又記住 偏卑 不要說 不是我好 不是我有什麼好 是神給我的 是神認同我 神認同我不代表 例如這樣 有個老師說 你好乖乖 你好好的 就是這個學生做得好 接著學生說 告訴其他學生 你看我多乖 老師只是讚我 沒有讚你們 那我就比你們厲害 這個學生 老師真的不喜歡 他為什麼要這樣呢? 既然老師讚他 老師更加歡喜 所以我的心態就是 我真的不是 我不是什麼特別 雖然我學了很多東西 神教很多東西 但又是神送給我的 我是一個貧窮監力出身 神送給我的 所以這種心態 我們每個人都說 每個人都有他的前則 每個人都有他的好處 這是一種心態 和欣賞 他有做到 感謝神 他會做到 感謝神 他提升一下 又做得更好 感謝神 就是每個人都欣賞 這種心態 都是聖經 很久 在菲洛比書裡說 凡是有什麼美善 有什麼好的東西 全部我們都要紀念 就是紀念他 耶穌都稱讚人 譬如馬利亞 稱讚他 你選上最好的福分 比特 他又欣賞他 又欣賞他 又欣賞他 在這個盆石上建造 這個教會 神看了他這個心 信靠神的心 就是耶穌是體重 撒該 我又去了他吃飯 神看到任何一個人 他都是很體重的 所以我們學他這種生命 就是體重每一個人 這個其一 這個團隊服侍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另一方面 每一個人 你看久一點 又有些問題 一個人都 包括我在內 我總有我的弱點 人有強項有弱點 我的強項是什麼呢 是神給我容易跟他接近 我關心人的 但我弱點 有時我又太軟的 就是我的傾向 我是會軟的 但是我自己又會提我自己 就是我看到問題我要處理 我不可以 就是我不會單是用軟的方法 我一定要 需要處理的時候處理 但我又的而且 我看到人的問題 對於人的問題 對於人的問題 是有極端的 就是兩個極端 以及很中間 很多位的 一個極端就是什麼 一看到人的不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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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看到人好的 他就什麼都看人好 好 就是 怎樣都稱讚他 什麼都是好的 永遠都是正面的 完全沒有看出人的問題 這個 去到一個位 另一個位 就是什麼呢 因為他經常都稱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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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雖然聖經 《馬太福音十八》 有講到要處理問題 即是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要處理 你要跟他說 不過耶穌的意思不是 你什麼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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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有東西可以收拾 你今天進來 你跟別人照顧 好像不夠熱烈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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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 你一見到人總是… 喂… 喂… 水 你有什麼問題 嘩… 我想全世界都拍了他 因為他口出的都是一定是 好像告訴人們錯 其實 總有錯 尤世筆都會說的 就是有些性格的問題 但有些是需要說的 有些罪 是一定要說的 那麼 罪都有… 即是… 有些人是很… 很難改的 譬如說缺乏信心,我們服侍人,每個星期都來到差不多問題 但如果每個星期都說,你缺乏信心,幫你按下去,上次都好,這次又差,都是不建立到他 我覺得是這樣的,人故意犯的罪,我一定要告訴他 還有他行常犯的罪,傷害人,一定要告訴他 而其他呢,我們就要問神的智慧 其實我講這些任何說話,我都是講一個群體服侍的氣氛 我知道人有軟弱,其實我熟悉的時候,我都會知道 但我知道之後,我怎樣處理呢? 我來說,我需要處理,我是選擇正面處理的 我不選擇旁敲則擊,我不選擇找別人跟他說 譬如這個人,他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直接跟他說 因為為什麼呢?如果我不直接跟他說,找別人跟他說 他就會說,牧師又生氣了我,又不跟我說 找別人跟我說,就告訴我一些事情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要學習的事情 但這件事是很難的 我事奉了這麼久,都沒有什麼人制的 譬如說,阿蜜水來跟我說,第二個人有什麼問題 我說,不如你先找他吧 他不制的,不肯說 他說,說了,影響關係,或者我不敢說 但是他又不喜歡他,不喜歡他又不敢說 他又找我說,找我說OK,我作為牧者OK 不過如果他找了那麼多,他的朋友都說 就不行了 因為這樣就變成了個個都不喜歡那個人 又是很大的問題 這個可以說是侍奉一個很難很難搞的問題 真的,是可以說很多侍奉有問題都是出於這個位 而且處理上也是如何和諧、溫和、溝通 所以這個氣氛都很重要 我的氣氛是什麼呢? 我有什麼問題你可以跟我說 我會歡迎你跟我說 我不會說你為什麼跟我說 我亦都會聽聽你有沒有什麼我需要處理的 我都會很樂意,因為我想提升 你提升,你會提升我,我當然會聽 用這種心態,我就會歡迎別人給我意見 如果我用這種心態,我是最厲害的那個 我是做得最好的那個 那我就不喜歡別人告訴我 那變成你講,我講得你,你不講得我 那這種氣氛是不好的 有時候我去到士奉,有些人都會告訴我 他覺得有問題,不過跟他說是沒得說的 說不定的,沒得處理的 那這種情況,我都是只能夠告訴你 你為他祈禱,你盡量順復他 你求神給你智慧 因為我不方便告訴你怎麼行動 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我教你怎麼做呢? 待會你去處理你的牧師 牧師說,為什麼牧師處理我的事? 因為是他的教會,他的領域 我只能夠說,聖經說有順復 你說他討告,你也有柔和的心 你也要接留他 你可什麼改得,你就改了 至於他的問題,我不能夠和你處理 如果他願意我處理,我可以和他處理 但我和你,我不可以處理他的問題 免得他待會他回去告訴牧師 阿牧師,阿牧師,阿牧師說你什麼不好 很大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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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是很需要智慧 又有耐性,又有愛心 有些人就 有愛心就沒有智慧 又沒有膽量 有些人有膽量就沒有愛心 又沒有智慧 這樣真是很困難 而我自己都發覺 我真的從開始是逢 每一個教會都有一些困難處理的人 每一個教會都學到一些教訓 我都是求神幫助我去處理得好 而我也看到有些教會處理得不好 教會就分裂了 真的拆散了 整個大教會分裂兩部分 有些做得很好的 整個教會分裂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群體 怎樣看人的長處和短處 這一點已經是很重要的一點 看人的長處就是 個個都有長處 多卑微的那個 就算我們在服侍 總是他不肯釋放那個 總是釋放不到那個 他都有他的 神的做他有他的目的 我們都看重他 而那些 很有問題的 我們都是用柔和的心 去直接跟他說 然後再不行的時候 找這些人跟他說 再不行的時候 就要教會處理 好了 另外就是有些人 故意的 那些又不同了 這些是壞分子 不過壞分子也有回頭的 這個有一個廣闊的心 因為有些人就怎樣 壞分子是不會處理的 你走 我不想再見到你 因為你的行為 我不可以接觸到 那我覺得 在天國裡面 因為耶穌都會給人機會 所以我們都應該給人機會 所以我對於 真是刻意 刻意 傷害的人 我也會給他機會 不過我會小心 因為我不想他破壞 我不想他傷害 因為這個傷害 可以造成很大的問題 譬如有人進來 專門追求女生 我也會給他做 有人進來 是想 譬如得到某些益處 去推銷的 或者想得到權力 得到一些他想個人得到的 而不是為了神的緣故 他想得到釋放的機會 我很歡喜 但他為了私人的緣故 我要得到權力 這個就是 我都不是有權力的 我都希望你們 其實我都很想你們 能夠參與 每一個部分的侍奉 我都想你們 更多參與 如果我有些地方 還未做到 請你告訴我 其實有時候 是組織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我過星期都是 足足矇矇矇 有些事情 你想參與 你可以告訴我 你想做哪個部分 我想 操練一下 伴唱 我想操練一下 哪一個部分 如果你想參與 我都很樂意 讓你去做 我講這些 其實我主要是 人與人間相處 這個是一個預防性 其實你們在座每一個 我都很歡喜 我真的很歡喜 我個個都很歡喜 我個個都喜歡 我個個的心裡 都覺得你們好朋友 我覺得你們很有心 很善意 你沒有惡意 你不是來到有惡意 你們沒有一個惡意 去做什麼不好的事 在相處上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都是難的 因為惡意的人就難搞 不惡意的是不難搞 不過有時候 不處理好 不惡意都變成了 有時候怕了對方 有時候是這樣的 有時候有些處理的問題 處理得不好 譬如說 人與人之間有些問題 這兩個人有問題 然後 他們兩個都善意 都想學習 又想適合 但誰知道 有個人做中間人 又說他什麼不好 這個又說他什麼不好 他聽完之後 他就開始 原來他這樣看我 原來他這樣不喜歡我 他就把一個 本來不是那麼差的關係 變得越來越差 可能有問題 但是越整越彎 本來都不是惡意的人 就變成好像 怕了不敢跟對方說話 這件事是很可惜的 我又覺得 如果大家覺察到任何事情 我們都出聲 你是可以跟我說話的 你告訴我 你看到什麼 你告訴我 我是會處理的 其實我聽到的 我會處理的 但每一個人的處理方式不同 每一種人的處理方式 我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但我可以說 我沒有一個 我知道他的問題 我不處理 我知道他的問題 除非他很少 他經常軟弱 那種 我就幫他扶起他 我就不是去說他什麼錯 我真的扶起他 如果他是他那種 軟弱的 無意的錯失 我都會提他 其實 你們中間 有些人都會知道 我 有些跟我接近 你都會發覺 我又會提你一些事情 我提你 我都會提你 我每個提都 盡量用這種方法 接納他 欣賞他 先 不是好像Polo 而是真的欣賞他 真心覺得他好 真心有好的地方 真心有他的強項 然後我聽他講一下問題 在哪裡 然後大家去找一個處理方法 因為過程我都不想有傷害 我都是很小心 我都是 其實 我很想我們個個都和諧相處 一直地上服侍 又是這麼和諧 所以到天堂 好像這麼和諧 到天堂之前 大家都沒有惡意存在 這就是一個美好的師父 但我真的見過很多教會 很有能力 很有果效 但是人的傷害就不少 這個的確是有發生的 這件事是需要你和我合作的 我有什麼做得不好 你告訴我 還有中間你發覺有什麼問題 告訴我 或者跟那個人直接處理 處理了搞定 你不用告訴我 你覺得需要告訴我 就告訴我 因為我不是八卦 我只是說需要處理 我會幫忙 這樣的時候 我們合一就可以達到一個 即大家都很和諧 和見到面都很鬆 很舒服 大家都覺得 很開心有你 真的好 有你就是真的好 那種的心態 大家 和那個教會的建立 都是非常好的 很重要 講的方式都是很重要的 先說一下欣賞 還有說的時候 最好是探索 有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怎麼做 因為探索一定比指控好 因為指控一定是不舒服的 我們怎麼可以改善這件事 而是大家討論 這樣的時候 就會容易處理過 一有任何指控 當有一方 一說話的時候 那次你沒有聽誰說話 那次你什麼什麼 你有脾氣 有什麼什麼 一說真的這句 那個人就起降了 這些說話最好就是探索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沒有了那種顧忌 那種巨派 就可以容易溝通 並且對方一提議 就多謝 多謝你告訴我 多謝你提醒我 歡喜你告訴我 這樣的時候 對方就覺得 說了沒有錯 處理惡意的人 是要非常小心 第一 不要成為他敵人 因為成為敵人 變成他針對 譬如有些牧師處理 他單人一個人處理 其實是不治的 為什麼呢 本來那個人錯 他跟他說一說 他說牧師你錯 所以犯這種情況 最好找一班人一起 為什麼呢 大家共同領受 大家都覺得是這樣的時候 就不是好像牧師針對他 一針對牧師就變成 嘩 很難搞的了 但是呢 我們一方面柔和 但另一方面 是要有一個分辨的能力 他是不是悔改 他是不是肯行神的路 悔改都有很多種情況 他悔想改 不過未改到 他正在改被改了 他說改改 但其實沒有改 他特意裝給別人看 是很不同的 我們要分辨 如果有些人裝給別人看 我們分辨到 大英子會是有職責 一起聯合 去分辨這個人和處理這個人 如果這個人想改 我們就逐步提升他 他根本不想改 他只是想假裝 或者甚至誤告 這個人就更加危險 這些人物就不可以 一定要很小心處理 有些人可能說 牧師你可以嫌一點 嫌和鬆有一個範圍 譬如很多人的父母都是一樣 一個嫌一個鬆一點 全世界的人都有嫌有鬆 牧師每個人都有 各個性格很不同 那如果 每個人都很嫌 那種感覺又不同 就算他是有愛心 不過嫌 你應該有愛心又很鬆 也有一個傾向 但中間每個人都有一個位置 每個人都有一個位置 在嫌和鬆中間 我傾向是會去鬆那邊 不過我知道問題 我又不會放手 但有些人說 我想你是這樣 但我是不能夠每足所有人 例如 鬆的人可能有些嫌紅 有些嫌紅 也不認同 每個人總有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 都接受 每個人有他的位置 不過我們都會看到 他真的有沒有處理到 例如說 他鬆 但他有沒有處理那些人的問題 如果沒有處理就有問題 有時候鬆得來 但每個人都有問題都不處理 又是造成破壞 所以我是認同需要處理 為何個人會想要說 他在拉上 他嘗試 然後就要把他 出來 還有一隻 這個話 他不想要想要說 他不想要看 可以